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12月19日做出裁决 因牵涉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该州不具备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党内初选资格 同时要求州务卿不得允许特朗普的名字出现在该州总统选举的选票上 该裁决结果的执行延至2024年1月4日 即该州州务卿验证2024年总统竞选资格前一日 根据程序明年1月4日前若特朗普团队提起上诉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此案做出最终裁决前 特朗普的名字仍将自动出现在选票上 参选资格有效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说 做出上述裁决的依据是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 该条款规定凡宣誓维护美国宪法的联邦 州和地方官员 如介入暴动或叛乱 不得从事公职 这一条款在美国历史上极少被实际应用 美国多州都曾出现用该条款挑战特朗普2024年总统竞选资格的情况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是首个支持控方的案例 这一裁决也推翻了科罗拉多州下级法院此前的裁决结果 此前裁决认为总统不属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所规定的官员 所以不适用这一条款 美国国税局IRS12月19日表示 将免除2020年和2021年纳税年度每年为缴纳税款总额低于10万美元的人的罚款 这项措施预计将免除10亿美元 如果纳税人在2020年或2021年提交了1040 1041 1120系列表格或990T表格 每年欠税不超过10万美元 并且在2022年2月5日至2023年12月7日之间收到了初步的欠税通知 则有资格自动免除罚款 如果人们已经支付了欠税罚款 他们将获得退款 IRS表示将获得罚款免除的大约500万纳税人 企业和免税组织中大多数的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 IRS局长丹尼尔维尔费尔表示 对许多纳税人来说 这一变化将自动生效 不需要人们采取额外行动 加州政府是2月19日批准 未来自来水厂可以将冲马桶的水回收处理后 成为住家、学校和商家的饮用水 新的规定将允许但不强制供水机构回收废水 进行处理后直接用于饮用水系统 要求对废水中的所有病原体和病毒进行处理 即使废水中并没有检测到这些病原体和病毒 处理方法非常严格 去除了使新鲜饮用水口感良好的矿物质 因此在处理过程结束时 需要重新添加这些矿物质 由于建造这些处理设施的成本高昂且耗时 因此规模较大 资金雄厚的城市可能会在初期选择实施这一措施 水务机构需要公众的支持才能完成这些项目 规定要求供水机构在开始使用循环水之前 必须告知客户有关循环水的信息 汽车业巨头丰田公司正被卷入欺诈风波之中 在12月20日的一份声明中 丰田表示 在此公司大发汽车车辆调查中发现 其大部分车辆都存在伪造安全碰撞测试数据的问题 因此将暂停所有汽车的发货 由于大发汽车同时为其他汽车制造商提供制造服务 暂停大发发货的行动可能造成日本和海外市场的汽车组装延迟 受冲击品牌不仅包括丰田 还将包括马自达 斯巴鲁等其他日系车厂 在初步调查时 丰田称仅有6款车型出现操纵测试结果的情况 但进一步调查发现 几乎所有车型都有嫌疑 调查主要集中在汽车安全气囊控制单元 结果表明 碰撞测试中使用的安全气囊控制单元 与实际销售给公众的汽车所使用的安全气囊控制单元不同 丰田表示 虽然后来发现其他测试装置符合行业标准 但大发CAST和丰田Pixis车型的测试结果 可能不合法律规定 但目前为止 尚未发现任何与该问题相关的事故 大发在今年4月承认 伪造了去年在泰国和马来西亚制造并销售的 8.8万辆汽车的碰撞测试结果 第三方调查人员则在周三补充 这些违规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1989年 并在2014年开始变得猖獗 再吻去年 百亚制造并集团 器公开 这些人员则在周三间